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來越迷戀 迷戀到什麼程度呢 店內有很多年輕人 每次都叫她 不止她上去的時候 每個星期都光顧 每個星期去一次 去收業員光顧 然後她一玩 已經玩五小時 所以我們說她玩了十幾二十萬港幣 十幾二十萬港幣 在這五小時內 會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真的沒有什麼事發生過 沒有什麼發生的 然後因為沒有什麼發生 即是吊人 然後其實江烤未補 我們就不知道她不是說賺到五萬港幣 是不是很大部分都是由這個臨公義來 我這樣說 相當部份 因為她每個星期光顧一次 很多時候一吊吊五個小時 有人說怎樣吊吊五個小時 聊天 捏手 給她的女生捏面 剛才說 吹氣 在耳朵上 這些事情 聊天 玩了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剛才也說了 動輯都涉及兩萬多日圓 我相信部分錢是來自林公義 但林公義 我們剛才說的 吊耳原本是減壓的 但你也知道 她既然迷戀她 就越來越大壓力了 她就走了一步 可以叫做走錯 就令美寶疏遠她 走一步 可能這一步 很多在吊耳的男人都會走 忍不住 忍不住我們去看這些資料 其實很多男人到最後都會說 不如我約你出去吧 去拍拖 去吃飯 有一句 我不是詆毀美寶妹妹 也不是詆毀所有人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女生畢竟她希望有個常客 熟客來 會不會在言語上 你幫她搖 她在言語上搖你 挑逗一下你 大家都明白什麼叫挑逗 譬如你真是好人 我和你聊天真是開心 你真是會給一個錯覺 有一個她說好意有錯覺就是怎樣 照她男女朋友 我不敢想你 你是麻辣老 女生女朋友 你才可以給我一個大腿 在上面和我撩耳 她說做這些事多 撩得多 是以為 好像一種情人戀人的感覺 很多時候 林貢賢也可能是這樣 不知道美寶講了什麼對白 不知道有沒有撩到她 或者沒有了 可能她想多了 就開始想走多一步 走多一步 不如我們外面見 約個時間出來大家會面 結果如何 一約就 一約就被拒絕了 但我又明白 因為例如美寶這些 當時日本大學生畢業出來 她只需要18萬日圓 對 差不多 很少 我想一萬元 一萬元 對 二十萬日圓 也只有13萬 有數計 所以她當然要用這些方法留住客人 然後到客人說要約你出來 她拒絕在程序上也是對的 因為這些店全部都有規則 即是說你們不可以約那些美少女出去 即是不可以讓你們在店外 有什麼活動 即是那些活動 就是一些不道德的交易 可能她是這樣想的 不只 其一 其二又怕著 你私底下約了 那你不用來店幫襯 那我便沒有生意 對不對 你們舉例 有性交易 或沒有性交易 玩拍拖 那我沒有生意做的 店阻止是合理的 合理 美寶在發生這件事之後 她的同事都是二十歲左右 就說過 其實她都被客人 即是一個沒有現身的同事 都被客人三次 即是不同的客人都說 不如出來見面吧 我們拍拖 她技巧地拒絕 她說其實現在還在重視自己的職業 其實實際的心 就舉例 大佬我二十歲 阿叔你四十 這條數說得不通 那你不可以傷害客人 林公義還生病 不知道她有沒有說自己 可能有說 什麼都說了 林先生你經常喝骨膠原飲品 我補充骨膠原 不知道有沒有亂作 所以林公義就約了結果 當然是不行 結果就約不到出去 然後約不到出去 也不是最大件事 最大件事就是 她約不到出去 她連那間店 也不讓她進去 可能她會騷擾那些女生 可能她會犯 犯著那個女生 這樣 變成了 她不能夠再去那個店裡 撩耳朵了 很多意思 很多意思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她就開始 變成了跟蹤狂 變成了跟蹤狂 怎樣狂